前方路口红灯驾驶减速慢慢往前 这时左边突然有辆红色轿车直直往前冲 紧接着一二三四 总共五辆车说好四的完全无始号制 从另一个角度看前车变慢时 红色轿车反而是往旁边迁 开到曹化线上超车 后面四辆毫不犹豫跟着往前 事发地点就在桃园炉竹复国路二段 有民众23号早上将近十点 看到五辆车集体闯红灯 影片放到网路上引起民众讨论 毕竟这样的举动真的很危险 也已经触法 幸好当下没有发生意外 警方后续也将会依法举罚开罚 一样在桃园让驾驶傻眼的 还有这个 开车开到一半 右前方一名男子回头 看到有车经过 没有往旁边靠 反而等到车子靠近 就直接冲出来 碰了一身摔得好大力 但好险驾驶紧急刹车 没有撞到 对方甚至还自己站起来 21号下午四点半 杨梅青山五街上 有驾驶遇到一名男子 疑似是要碰瓷 等到车子靠近 往前冲出来 我直接下车叫警察来 他要报警 现在不报警到时候被人家咬 复杰的民众表示 之前没有看过这名男子 也没有听过类似情况发生 因此警方也介入调查男子身份 毕竟他已经违反道交法 可处罚还500人 只是如果真的遇到 民众也记得一定要报警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